美股走势评论22年5月8日 Todd Butterfield 威克夫SMI SPY大盘 在4月27日泰克读出超卖 在上周三美联储会议宣布完走势到顶了 泰克读出了超卖 因为现在走势波动不稳定 我们决定这周先空仓并观察走势的发展 纳斯达克WWG指数大盘 泰克指标也先读出了超卖 在上周三泰克走势回升到超卖 这是看跌的迹象 并且我们决定先空仓 观察走势发展 美国债券TLT大盘 走势继续在下跌 因为指标没有给准确的领导 我们决定先不做仓位 黄金GDS大盘 我们认为回调建立了一个BU点 泰克指标读出超卖 在短线我们对黄金走势是看涨 美元UOP大盘 泰克指标在接近超卖 我们这周继续会留意做空 下期见